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艾奥科技 我是蒋正林 乐队米最新发布了10X系列的手机 其中6加64G的10X 售价为1599元 应该是目前售价最低的5G手机了 我手上这台是10X Pro 8加256的版本 售价为2599元 这么一款追求极具性价格的手机的内部 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先取出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的左侧 三选二的方 支持内侧法的扩展 边上还是有防水防尘的胶圈 关机 翻过来 用吹风机对背面加热 拆了这么多年的机器 平刀口和指甲是我目前觉得最完美的组合 虽然损失了一些美观 但很实用 后盖看起来像是磨砂的 但摸起来却又很光滑 对应尾插排线的位置设有缓冲泡棉 传统的三段式结构 先拧下上部的所有螺丝 每一颗镜头都设有缓冲泡棉 这里是闪光灯的组件 这边是NFC的触点 背面的线圈正好绕在镜头的保护盖的外面 先断电 依次断开尾插排线 屏幕排线 三根天线 中间还有一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断开前置排线和感应排线 接下来取出主板 4个连接座都贴有铜箔 撕开后即可轻松取下相机模组 4颗像头都固定在同一个防滚架上 目测每一颗像头应该都是可以单独拆卸更换的 果然一把平刀即可将其全部取下 可以看到CPU的部分有很多散热的硅脂 相对应的中框下面应该是有散热铜管的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CPU和硬盘都是有带焦的 这是主板所有坐着的测量参数 放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设计就非常的贴心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凸起 拆的时候向上轻轻一条即可取下 可能是为维修而生吧 底部传感器与中框间有一块橡胶填充 底部还有胶固定 继续拧下底部的所有螺丝 底部的盖板一分为二 这一块集成了喇叭 通过触点与副板连接 还是蛮厚的 这边就是盖板 端开底部的两条天线 指纹排线和尾插排线 最近几期拆的机器都是采用这样的短焦摄像头指纹模组 用镊子从这个位置向上很轻松即可将副板取下 上面集成了3.5的耳机接口 Type-C充电口 指纹和尾插的连接座 小米红米在这一块设计的还是比较贴心的 如果你卡的位置不对 是很难将主板和副板取下的 但如果你卡的位置对的话 那就是一下的事 震动并没有什么变化 也是采用当下比较主流的Z轴线性马达 接下来裁电池 先撕开两侧的易拉胶 向上起 没有任何的变形 电池的容量为4420毫 撕开剩余的易拉胶 这是一根屏幕的延长排线 翻过来用吹风机对屏幕加热 平刀口挑起一点缝隙后 卡入指甲 还有点烫 老规矩 当绑开机 测试屏幕 一切正常 OK 最后撕开这张石墨贴纸 这样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一根散热铜管了 机器的内部基本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你觉得性价对于怎么样 这个机器我就不装回去了 不过这边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有问 为什么我们不装回去 有一些机器我们是要装回去的 比如说像上次华为的Mate XS 因为我们要自己用的 还有一部分的机器 装回去是为了作为礼品 来送给幸运观众的 还有一部分的机器 我们是不装回去的 因为我们要作为配件来使用的 好了 那么如果你有技修的话 可以直接给我们私信 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修流程 我们下期再见